各位居士,还有朋友,大家晚上好 今天是在长学讲坛 今天是7月13日还是12日? 12日 7月12日应该是七天的事物量 第四天还是第五天?第四天?第四天而已啊? 还有两天的课要讲 OK,然后我们继续再谈一谈 相对来讲用著书解释的《慈爱经》 我们上回想像昨天讲到祭宋的第三个祭宋 是吗?而不是,祭宋的第二个祭宋 讲到Santu Sakuoja Suparocha Apakichuja Salahukavuti 就是讲到如果一个人要行善的话 如果他想要达到一种非常 所谓的就是一种 当然就我刚才说在文化上来说 是一个最寂静、最安静 或者是说最... 当然这个寂静跟安静的意思 那就看基本上论的解释就是说 那就是像说讲涅槃啊或者是... 但是在文化上我们也说 文化上就是把它认为是最好的一种境界 那么的时候呢 它应该要怎么样 就是我们之前谈到能干、正直、坦诚、 人、善语、柔软、不傲慢 后来我注意了一下 这个善语这个 其实Suvattu好像在论里面的了解 这个Suvattu把它了解说是比较容易调教 那么但是我这个会再查一下 但是有可能是因为版本不一样的字 有时候会出现不太一样的意思 但无论如何 然后下面那个第二个就是 我们昨天谈到就是Suvattu Sakuja Suparoche 就是知足 那么还有很容易就会... 就是会... 很容易就是不会说太麻烦的 招待很容易就招待到你 这是异样 那阿伯吉祥就是Suvattu Sakuja Suparoche 那我们就讲到这些了 就是... 基本上就是... 就是... 没有这个... 很多杂物要做 然后... Suvattu Sakuja Suparoche 就是没有很多杂物要做 那么阿伯吉祥就是没有... 诶? 各位... 我是不是弄少了 没有吧 OK... Anyway... 好... 那去了哪里呢? 现在讲... 我们讲到哪里呢? 三杜神... 二杜神... 六杜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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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 反正就是... 你要... 让你的六杜... 要给他... 首付你的六杜... 好... 那下面呢? 我们要讲的就是... 就是... 就是那个... 这个... Ni Pa Ko Je Ap Kapo 然后... 而且... 常常... 就是... 不是常常... Ku Le Su Ananda Kito 就是不会偏执于这个清竹 OK... 我们就继续再说下去好了 哼... 没关系... 我等我... 稍微... 看一下它... 是怎么写... 看一下它... 是... 还能 才能等于... 解答... 就是这个装静的清洗了... 就是这个装静的清洗大底煙... 所以这个可能中文这个翻译还是要改 因为我们少了一个 我就说奇怪 因为阿伯基座就是没有很多 很多繁杂的事情嘛 那后面应该就是撒勒乎格吴迪就是 就是我们说可能就是简朴吧 生活的很简朴 我再把它再改过来好 然后三丁推药就是六根极境 其实这个六字应该可以不用 我们一般叫根极境 如果从严格的分 你八括却 你八括当然就是指说有聪慧 我们就这样讲 我们再回来 第二个就是说如果一个人想要达到 这样的境地 心要彻底的安静下来 或者是心要达到完全的彻底的安静 他这些都要重视的 我们就上次谈到知足 也谈到了异样 那么一个就是无杂物 就是说因为你专心的 假设你是专心修持 或者你专心做任何的事都一样 那你不要因为有很多的杂七杂八 不是那么重要的事 来干扰到你做事情 那么阿伯基周就是 阿伯基周就是 阿伯基周就是指说 然后你能 就是生活的就很简单 很简朴 就是说没有一定要要求要怎么样 后面就是三丁推药 严格的分就是根 丁推药就是我们指的根 就指六根 我们的六根呢要让他给寂静之者 所以就是 其实跟前面那个是三的 是大概一样的意思 就是给他安静下来 其实六根寂静在佛教是一个很大的课题 尤其是在禅修 我们就训练进来讲到禅修 就是说 其实所谓禅修你也可以这么说 当你想专心做一件事的时候 那么你要怎么让你的六根寂静是非常重要的 就比如说今天如果你专心想要念书 或者你专心要把一件事情要想很清楚 或者你在专心 或者你在专心 甚至包括我们生活上 你专心要写一本书 那你一定要有这几经 意思是说眼根 我们六根是眼 眼睛 耳朵 鼻子 舌头 当然这个 如果你的 当然你都已经专心在做东西 你还在想说 哎呀 这个等一下我要去吃什么啊 那么你的舌根就不寂静了 那你因为这样子的话 你其实工作效力不是那么好的 你了解我意思吗 除非你刚好去吃跟你的工作有关系 比如说你专门就写吃了 那当然又一回事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你就不寂静了 那当然你不能是死板的说 他本来就写吃了嘛 你叫他不要去吃那怎么可能 这是另外一回事 那就是指这个 那当然你知道禅修 我们也了解在禅修里面 主要是讲我们的义根 我们的心嘛 心要怎么调你那个心 你不需要依赖你的这个五根 我之前早上也说了 更何况这里面有六根 包括你的义根 简直说你就是要懂得 怎么防复你的六根 防复听得懂吗 就是你要怎么保护 或者是英文叫guard how do you guard your senses 就是你怎么样去保护你的这个sense 就好像我们说 我们当然可能里面已经有一些课题了 就像你家一样 本来里面就有坏人了 但是你又把那个门 不守住那个门把它打开 然后就不小心 那有些坏人就趁虚而入 那就是我们把烦恼 形容成就像坏人一样 像贼一样 他跑进去就偷你的东西 那你就不懂得防复 所以也是一样 你的眼睛看东西 那你就要去懂得防复 如果一看多了 会让你造成很多烦恼 你就不要看了 懂吗 就叫做防复 你就可以把它关上来 当然这个最常见的 一个佛教常常用的那个例子 就是像看美女啊 俊男啊 一样的意思 你现在如果 一个人如果不懂了这个道理 有美女的时间要去看 那算了 那都玩一玩嘛 但是你如果每天就说 我一定要看美女 要看美女 要看美女 而且看了不懂的把她的眼睛关掉 意思就是说 会不防复她 那你这样子的话 你会发觉你整天都不安 对不对 那么同样的道理 听音乐也是一样 当然我现在不讲说 你本来的行业就是做音业的 我都不谈这个 因为你真的要靠耳朵 但是从我们一般来说 我们本来就想要让我们的心啊 可以好好去想一个东西 就静下来可以去想一件事情 那很多人她就是背这个六根 我们先讲五根 好 五根简单讲 就是背这个五根就拉着 比如说有的人 他每天一定要听音乐 耳朵一定要这样 要给他想啊想 这种人事实际上 都太依赖这个东西 那你要他好好地这样静下来 去思维一下 比如说生命是什么意义啊 这一栋楼里面有什么特别的东西吗 不会的 他不会去注意到这个 因为那个二根都已经没办法静下来 所以有很多 有点我觉得有点可惜啊 就得不禅思 就是很多细节上的 生命上的细节的东西 就没办法注意到了 那么这叫做六根极境 那好了 这个十根知道了 这个还有另外一个什么 就是咽耳鼻 鼻根也知道 就是闻到香味的东西 非得一定要闻到很香啊 要不然 那你就很烦了 像这类 当然肾根啊 身体啊 这个根是最容易的 最多的 都是要舒服啊 这个要记得啊 我们其实犯最大的毛病 我觉得现代的社会啊 因为我们当然 因为 现在的科技发展很快嘛 那个现在的产品也很多 所以你当然会找进不同的产品 科技的 也不否认 就是古代就是因为缺乏这些产品 的科技 所以呢 你就非常的好要啊 有什么新的东西 那你活得更久啦 那个皮肤更漂亮啦 皱纹更少一点啦 当然还要去整容啦 这一些 然后当然这个个人的自由啦 这里佛教从来没有说可以跟不可以 但是有一点要注意的 是这个 你如果过意了 太依赖这些 你其实还是会很痛苦 所以主要是这个原因 当然你们是一个在家人啊 你们要去整容也无所谓 如果你问我的话 你既然爱漂亮 总比你这个 总比你想了十二十年三十年 到最后还很后悔 那我不知道啦 那烦恼了三十年 答不如啊 你就解决吧 千万你别误解的意思 我还没有说你们要去整容 我还没有这个意思 我怎么就是说 就是说就是 重点是在于就是 我们还是在懂得这个道理 就是佛经的讲法 懂得这个道理 就是说你要知道 其实你身体的这种 要舒服的感觉这种 是要让它平息下来的 因为这种贪心啊 会让你贪得无严 你会永远没有满足 比如说讲个简单 像我们 像我早期 因为我们出家不太养 本来从这个戒律上 我们没有睡很高的船嘛 但是现在因为环境改变 我们的船稍微高一点 还好啊 没有很高的很夸张 不需要爬上去那种 但是 那个船比如说这样 以前我们睡 你知道吗 就像小孩子的时候 因为那个环境时代不一样 我们睡的都是 那个地本山中木板的 对不对 然后呢 有时候天气热 我们都会放一个草席 那个草席 你知道吗 那个南洋啊都不是有一种草席 那么有个风扇吹 哇 已经觉得蛮幸福的 我还记得 当我第一次看到人家用草席 所以到我朋友家里面 草席你知道吗 是卷起来的 然后他觉得 哇 这么舒服啊 我觉得很好啊 现在要告诉你 这个你送给你的草席 你还觉得这是什么 你没有搞错 你给我这个干什么 然后 但是你看 大家那时候已经觉得 你有个草席睡个觉 已经不错了 现在的话 那后来就是 不知道你没有睡过水船啊 然后还有这个 很多不同的船店 反正不管怎么样 睡到最后啊 你开始当的蛮高兴 睡到最后 你永远都会不会觉得 有一个 有一个 叫什么 船店 是永远让你满足的 我讲一个最好的例子 是我们发生的 有一次我到某某家里面去 然后呢 因为 为什么我住在那边过月 那时候 因为还住在纽约 应该是 哇 我说那个枕头 怎么这么好睡 所以后来就很不好意思 跑去跟他讲了 他竟然还把枕头送给我 他说现在我这枕头睡久了 也不觉得这枕头 不就是这样吗 那甚至我还好笑 不但是这样 我又觉得这枕头太暖了 然后后来我还去找一个就是 我本来用的枕头 我觉得这个枕头也蛮好睡 不管怎么样 我只是要说明这个东西就是 当然我们会发生这种状态 没有问题 但是我们心里还是要知道 这个就是 你当你的心很寂静的时候 这个是无所谓的 当然就是因为你心不够寂静 所以 这个不是一个课题 最大的课题是 你如果还不知道 有发生这些事情 然后一直认为说 我一定要找到一个 真的可以 那你满足你身体的话 这个是重点 这个是要告诉你 这个是要告诉你 当然因为每个人的程度不一样 也不要去钻 就是把自己弄得很苦 这个我 这个有没有 有的人就是 他为了让你觉得 我是高修行者 我什么都不要 那是另外一个极端 好 那六根里面 当然最难了解 就是异根 异根就是指我们的心 我们心要怎么能让它寂静呢 当然是 就要学习了 先不谈说方法 当然你们的禅修 就是其中一个方法 但不管怎么样呢 我们也要知道 那个心也要让它进起来 有的人他不懂这个道理的 他那个 只要不依赖这些的话 他心就开始乱想了 这边想那边想这边想 而且他不觉得这是有什么问题的 好 那么 也可以说是 当然这边不要忘记 我们已经讲到一个 要开始谈禅修 谈比较 一般不是一般 一般人想要特别注意的东西 就是 但是你的心呢 如果你能有办法 把你的心稍微的放慢一点 那就会激进 比如说我们有几个方法 我讲一个激进的意思 就是说 比如讲 那我们看到一个人 不高兴这个人 对不对 那么这就是 心就开始就 没办法静下来了 你看到一个人 你不高兴 你开始就被这个人 虽然这个人也没跟你做什么 就算他真的跟你做什么 就跟你骂你 骂你一句话 不要说骂 再就是讲一句话 那可能不是很 不是适合你耳朵听的 那你就不高兴 我们就不谈这个人是怎么样 但是重点是你自己 你就不高兴 你的心就没办法安静下来 没办法安静下来 很多人不知道说 其实当你的心没办法安静下来 你其实是你应该让他安静下来 你理解我在讲什么吗 我不知道你们的成长环境 我知道我们的成长环境 很少人会教你说 今天你不高兴 他会跟你讲 你就让你的心看有什么办法 把它安静下来 理解吗 那这个就是说 你懂的其实心安静下来 这个道理是蛮重要的 OK 那当然这个 如果你知道它很重要的时候 你很自然的 当然佛经里面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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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这种建议 那就是很自然你就知道说 原来我们心安静下来 是可以这样子的 比如说 我们之前也讲过一些例子 就是如果你觉得这个人的嘴巴这样讲不好 那你就不要 你想到他的时候就不要想他的嘴巴 就是他说话的方法 你想到他的时候你就注意的是什么 他的行为 他虽然有时候讲话不好 但是这个人还是蛮勤劳的 他可以做起事情来 你理解我吗 你的心就因为有了这样子的 专注的目标不太压 你的心就不会烦躁起来 那这个我们这个也讲过一些 那另外的当然就是 当你的心想了很多 那就另外一步进了 我只是抽几个东西来简单的讲一下 那就是说 比如说你的心很烦躁起来了 那你的烦躁当然都是跟你想的东西有关系 好了 你烦躁起来那怎么样呢 那另外一个方式就是 你要换个方式来想 或者换个想的目标 比如说 我现在的烦躁就会觉得 我其实刚刚我有点烦躁 只有事实 为什么烦躁 因为我后来慢慢发觉 这是我突然了解到 有时候我们一个残修的一个环境 其实大家都不知道 他每一个人都要负了一些责任 什么样的责任呢 就是说 你可能觉得 我喜欢啊 我就现在怎么样啊 是 我也不是要你 耶稣自己不是这样 但是你的责任就是 有的人 当然这个不一定说 你们是怎么样 你们不要误解我的意思 我只是要说 这个责任就是说 如果有的人呢 他想来残修 但是他发觉 这个大部分的人 团体的人 都不是那么友善 或者是 他们都是 比较不守 不守规矩好像很难听 你们恨死我 就是 我找不到更好的形容 我终于要慢慢地在学 就是 有点乱的话 假设 有点乱的话 其实 有的人 他并不是 对这个残修本来就很了解 他并不了解说 其实这些人怎么样 是跟我无所谓的 我自己的残修是很重要的 其实这种人很少的 我真的认为 我就突然了解到这一点 这种真的很少 这种我觉得在 一般学习的人都是这样的 他很少真的知道他要什么 你懂吗 他真的很少知道 这些东西 他的环境是受影响很大的 是吧 你理解吗 那很简单 如果今天大家都 也大家没有一种关怀的话 就是你做你的 我做我的 好像大家甚至搞不好 还孤立某人 所谓孤立 你不是说你们真的可以 可能就是没有对那个人 有什么 有特别的一种 关心的话 那么这个人他会感觉 被孤立 听得懂吗 是不是 那么这样的话 其实这个事情 跟佛法是完全没有关系 跟他们的学残修 没有关系 不过呢 但是我老实告诉你 这个影响 其实远比任何的影响还要大 你了解吗 你了解吗 OK 好 不理解 我也不讲了 那么如果我们也是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就像我刚刚说 我刚刚就在想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其实心里就有点起了烦躁 那起了烦躁的时候呢 当然如果我继续在想这个问题 我就有烦躁 我要知道我的心意根就不安静了 那我要怎么样 我就要想另外一个事 就不要去把这个心想到这件事情上面 我要想的是 诶 有的人那边残修还做得蛮好的 那我就安静下来了 了解我意思吗 是吧 那么 当然这不是代表说 我并不知道那件事情要发生了 但是呢 我的心就因为这样 那我就 这个重点是 但是这也是另外一步进讲 就是 其实它里面讲有五个方法了 当你的心很烦躁的时候 你有五个方法 怎么样去调掉这个 这就是我讲的其中一个 就是你第一个就是 换掉你的目标 不要在你之前 那你很烦的那个心的目标上面 继续再做 那么当然另外的就是说 如果呢 这个问题一直还在发生 那比如说你换了目标 毕竟那个问题可能你很在意的 有的时候你太在意那个事 你就算换了目标 你还是没办法 我讲的最简单一个例子 我常常开个玩笑 就是 哪里关系 哪里关系的问题 对不对 因为我常常以前有遇过 有人就是跟我说 我在怀疑我的先生外面有人 听过这些故事吧 这太多了吧 这个太多太多这些故事 那么当时我说 那你既然这么担心 你就找个方式嘛 那就解决这个问题吧 简单讲就是这样 然后 是啊 我当然了 我就打电话给他啦 打他问他 你旁边有没有人 他当然说没人嘛 对不对 所以比如像这样 当然他怎么可能跟你讲有人 他也自己承认啊 那好的 那也理解 那我们就宣布他说 这个事情是不是真的 就是说他是不是旁边有人 好吧 那现在的科技不是很方便吗 电话就可以照一照嘛 就叫他照 当然了他说这个也 我就说 真的我跟这个人谈的时候 他真的这样跟我讲 我这个不是看别的东西得来的 然后我就说 那现在科技不是很方便 他说 他就说是啊 所以我也叫他 就是那我不信 你照给我看你旁边有没有人 但是就算你照也没有用 因为毕竟这么远的距离 他还是可以 不管什么方法就是有办法就是 这个没办法做证据 后来我还是给他一句劝他一句话 我说 你现在人也不能过去 你已经问了 他还跟你讲没有了 然后呢 你就算你现在叫他照了 你该认为你做的 你都做了 那你觉得你的心要在想这件事情吗 你理解我的意思吗 那你想这件事情 你现在当下是怎么样状态呢 我们就是当成说这个事情真的是发生 我们现在不当 第一 这真的是发生 那你在想这个事情 对你一点好处都没有 对不对 现在当下来讲 这是明显的一点好处都没有 这个我讲大家都很清楚 就要我解释吗 不需要吧 对不对 然后呢 所以呢 这就叫做一根的基金 你要懂得这个 你的心 让你能守住 不让你发脾气 不让你把这个问题越来越严重 其实更重要 是不容易 但是你要懂得这个道理 对 你要懂得这个道理 不要很多人 其实连这个道理都不懂 就是说我知道 不是说每个人都做得到 不是每时候都做到 但是这个你不懂的话 就好像赚钱一样 你不懂就所谓赚钱 你永远不会去赚钱的 但是就是你要懂得这个道理 原来事情是有这样的一个事 你可以把它讲 当然这里面有方法干我说 你就把心转到另外一边去了 当然有的人懂得至少做一个方法 就是好了我不去想这件事 我快点去做别的事 至少事情也比较好解决一点 对不对 更何况如果这事情不是真实的 那你越闹越大 那就不是更麻烦了 对不对 好了 这只是佛陀讲的 就是一个就是这样 第二个呢 如果你很厉害的话 我顺便讲一两个 我就不要讲 要不然我们讲不完就不尽 如果你很厉害的话 你可以当一个透明的事情 透明那很难的 但是你的生命 你要认识这个 其实你的生命里面 你们常常发生过这些事 比如说你的公司工作 有的人就是不管怎么对你来说 这个公司你的同事 有的人就不好 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好不好 我就跟这个往来去解释 反正就是 你就是知道 你认为他是不好的 但是呢 他就喜欢在你面前 跨啊跨啊 好像幽魂这样 对不对 像跨来跨去 那你要怎么做 你就好像当然不存在 你们没有做过啊 就有一个人点头 其他人都没有反应 没有这种经验吗 哇你们的命这么好啊 你们的命永远旁边的人 这么可爱可亲 对你关怀和服 好 同样的 其实这个不只是 你的眼睛可以这么做 你的心可以这么做 就是说 你明明知道是有这件事 这个是要了解 了解之后你要锻炼的 你明明知道有这件事 你在意的这件事 但是你要把你在意的这件事 就看着是个透明的一样 把它透视过去 懂吗 不懂 如果我们都很容易 今天你们不用拜后面那个佛像了 我们都坐在上面 如果这么容易 现在还有法师不坐在这边讲话 我直接就坐在上面 开玩笑 但是你最简单是这样 我们常常说 我们不要讲业 业就是说你自己造作出来的 一个会造成你后来的这些影响的 那么那你要造好的 那你后来的影响会比较好的 对 你总不希望造一个坏的 那对你一直以来后来的影响是不好的 就就是这样 没关系 很难 这个我也承认很难 我没有说很容易 不过这佛教的讲师了解是这样 不是难跟容易的问题 首先你要知道 要有这个概念 或者说有这个我们佛教叫见解 要有这个概念 要这个了解 这个其实是 可以是这样子去办这件事情的 我只能了解这件事 好的 那我就不讲了不多 要不然我们讲不完 下面呢 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 就是 我们就是一个人呢 他就很 其实这里讲的这个很明知 一个人呢 就是 其实有一点像说我们有很聪慧 有个很聪慧 就是有这个 如果这个人很聪慧的 很明智的时候呢 那么 这个人呢 他事实上 简单讲就是 这里主要是讲说 这个人就是 都清楚知道他该做什么了 就是刚才就像我们刚才讲的道理 这样 他知道这些道理存在 好我们再想 另外后面一个 后面一个呢 就是他不出炉 就是仅剩这个 这个仅剩这个 这个仅剩这个可以把它删掉 因为仅剩跟不出炉是放在一起的 那可以把它删掉 所以这个人呢 他就是不鲁蛮 这不鲁蛮 在佛教里面分呢 怎么样呢 这个我顺便要提 尤其在我们一个 其实在我们任何的社会 我觉得是大致上一样的 比如说你在这个 我们现在大家在一起 当然是指说我们一个团体 一个生团 尤其出炉在一起的时候 他 你知道古代都是坐在地下 坐在地下的时候 你不会坐在地下 除非你是有什么真的很大的原因 你不会抱住那个脚这样做的 懂我意思吗 是不礼貌的 比如说大家坐在一起 不是围着的吗 一般 你不会抱住脚 这些人就这样讲 就是 我不是说你现在不能 你不要误解 我只是这样讲 就是他会抱住那个脚 那有那些长脑在 就是很不礼貌的 尤其在一个 当然这里面 我承认每一个国家 对于这个 或者每个文化 也就是对这种所谓 不礼貌跟礼貌 你总是要学的 我不知道 你们这个 Anyway 我们这个都总是要学 我只是讲一个例子 那么还有就是说 当这个 当你想要 比如说有的人 我也一个这种人 他要找我跟我 要问我问题 不管是不是问问题 还是要跟我投诉 我还是要跟我 就是要跟我讲话了 他呢 要进来的时候 就好像那个火箭一样 就跑进来 然后就 那个椅子一拉 那个椅子 椅子一拉 就立刻坐在我面前 就说 嘿我有问题要问你 好像要跟我打架一样 像这个是不能这样子的 那么 这个就是所谓的出炉了 就是还有最好 你将来要学会一点 但是在佛教的规矩 一定是这样的 除非真的没有地方 那你这样 千万不要振作他的正中间 比如说有些人 他有些问题要问我 跑到我面前这样对着我 不做这种事的 当然 因为 其实现在的心里 都可以解释是为什么 因为当你正对着人家的时候 你事实上是已经施加这个压力 理解吗 所以呢 这个 这些都是 其实 佛经里面也很多 讲到这些了 尤其我们戒律里面 他很多你要注意的 所以最好的方法 反正你就大概在45度 一定是没有问题 对吗 但是也不要太旁边 你这样要让他这样 那个脸转的太辛苦 到时候脖子转坏了麻烦 OK 那就是像这些 那 当然这种状态 不管在什么场合 这里面 就是说在这种场合 你都要知道这些 那么 而且并且 如果今天 当然尤其在古代 讲到在古代 那你去洗澡 因为以前古代有些洗澡 你们可能在印度不知道 其实印度蛮多 那个叫什么 叫什么 那个叫什么 泉水 泉水 其实蛮多的 我在印度 是在那个叫什么 Rajaghar Rajaghar 中文叫什么去 王舍城 好 其实王舍城 很多人不知道 但是我已经过去那边 已经二十几年前了 是 王舍城 其实在一个不远的地方 它有一个阶级 很多一个阶级的澡坛 我说澡坛 是露天的澡坛 它都是自然的泉水 那个地方 其实当地人都知道 都会游泽去那边洗澡 所以呢 像比如说 你如果到这个地方 或者是到湖边 洗澡这样就好 这只是 当然这个是讲古代 现在就是一种规矩 就是说 你不要说 你哎呀 这个有澡坛 然后你就 冲着前去 然后本来人家 这个 这个年纪大了 出家了 你本来就在那边洗澡 你好像突然间 就 这个 这个 不懂得礼貌 就跑前去那边 一下子冲过去 就是不要 一般就像这种 就是让人家 让他们先洗啊 或者是 除非他跟你讲说 没关系啊 你就下来啊 要不然你就不会 简单讲就是出炉是指动 就是不要有这种出炉 那我就不要讲那么多了 这些 那么当然还有另外一个 可能你们没有遇到 我们常常会发现的 很简单的 就是吃饭啊 因为你们这里 这里的床都还是不一样 你坐在桌子上 以前都是坐在椅子上面 有的人看的 其实我这个 我也真的发现过 我有去参加一个 一个事情 真的就遇到这个 既然有和善跟你抢位置的 好 那我就不要讲细节了 因为他很看得我很不顺眼 第一我就来自一个什么庙啦 然后看我样子又很年轻啊 可能认为说 怎么这样的一个 一个人 他其实比我更年轻 说实在 那出家当然更不用讲了 也没有很久 但是他就是真的 刻意来抢我的位置 抢到那个 我还记得单产那个人 有点尴尬 但我也不想让那个 所谓的那个 因为一个法会嘛 很大的 请他这么多有名的法师过来 我也不想让他尴尬 我没什么 我就有站在那边说 那我应该做哪里 然后他们就在安排给我做 但后来他也在跟我道歉 这些事 我是说道歉是那个 叫什么 主人吧 但我说没有关系啊 因为其实 就像这样 这种就是很粗鲁的 一个诗 那么还有另外就是语言 语言的粗鲁了 比如说我们有时在讲话的时候 他话没有讲完你就查口 这种 那这是不了这样子 然后甚至呢 有的时候呢 当人家在问问题的时候 可能连长的出家人他在解释 然后你游在那边查口 这些都是不对的 ok 那么当然另外一种 我们佛教讲的粗鲁 这个我顺便也是 当然这里面一般 我们以前这种规矩就是讲出家人 就是出家应该怎么样 那里面当然还有一个重要 不要说 诶今天你煮什么吃啊 当然大家是朋友 讲一讲 开个玩笑就算了 你想你每次都问你今天煮什么 你今天煮 这些都是不对的 不可以这么问的 我是讲尤其在出家人 我想做客人都是这样吧 对不对 你做客人你不会到你的家里面 当然你大家很熟 开个玩笑 一吃两次就算 肯定不能每天就说 你今天煮什么给我吃啊 懂吗 那么这些都不能这么样子 好了 这个是身体的根口的 当然还有念头 念头的出路是指什么 当然 你们懂什么叫念头的出路吗 意思就是说 反正你看到美女 想到一些不好的事 就是念头的出路 看到一个俊男 想到不好的事 就是一个念头的出路 就这个意思 有些人可能认为这个 现在的时代好像觉得 这个无所谓 但是你也知道嘛 从对人来讲 如果他知道 你看这个人 你跟他讲话 你就想到不好的念头 就是你对那个人 是很不礼貌的 知道吗 好 谢谢 好我们再看下面 除了这个呢 还有一个就是 就是 就是 就是说 都会不偏质于这个 这个亲族 这里当然是主要指说 尤其你是要专心 已经出家的人 那你如果跟你些亲朋好友 这边主要是讲亲戚 自己的家人跟亲人 太过于有太过于这种互动的时候 你就很烦恼 你们不相信啊 我当然我家里已经不错了 但是再怎么不错 你只要太进去 像我是家里的老大 都是一定会的 哎呀你 你的弟弟怎么样啊 你弟弟说你姐姐 不是我姐姐 我妹妹 就是他姐姐 那个姐姐怎么样啊 哎呀这些事 哎呀人啊很难的 所以呢 虽然我们没有真的大问题 但是就是 你只要 关心一点 再一进去 你就每天就这个这个这个 其实呢 最好笑是什么呀 你根本都不管 他们其实也解决问题 对啊 最主要是 不是说真的非得你去解决不可 有时候这种人 很有趣 所以 我这里倒不是在谈这个 我觉得有时候 我们做人要知道 当你要去帮忙一个人的时候 有时候要注意 不要 我的看法 不要 制作主义 制作主义 你真的能搬得了 其实有时候你不搬呢 他们更容易解决问题 听得懂吗 你不想想 我认为真的是这样 很多时候呢 其实 人是自己不想去解决 而且这个问题本来 就是他们的问题 你知道吗 他们的问题 他们自己就要解决 主要是这个样子 并不是说 因为这个问题 他比如说他不懂什么 他现在知道该怎么处理 这个当然是 都是他们自己的问题 他不想解决 他叫你解决 其实是他们自己的 个人的自己的问题 对 所以呢 这个 这样的话 你如果就算搬 你以为你真的搬得了 其实你越搬越忙 我说越搬越忙 就是你可能感觉上 真的搬得了 到最后第二次又发生 类似的问题 也搬 你要么能搬 就劝告他 那是你们自己的问题 你心理的问题 你要把它处理掉 你不处理掉 这个问题在外面 再怎么解决 你一生就解决不了 OK 他就这么快 是 才是的 感谢观看